發燒可以都沒事 發燒也可以是嚴重疾病的前兆 低於30度 這個時候其實是接近死亡 當我朋友這個做事是我們好心肝門診中心 特聘的台大名譽教授 賴宏旭教授 也是我們一般小兒外科的教授 歡迎教授 大家好 四位好 教授這麼可愛 我想是因為看過很多小朋友之後 赤子之心一直都存在 所以非常的能夠融入大家 喜歡小孩子喜歡跟小孩子玩 就像思維這樣小孩子 感謝你 今天現場要來請教教授幾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小朋友 有一個名稱叫做低溫燒 到底什麼叫做低溫燒 我只聽過八高燒 那低溫燒是什麼呢 對 低溫燒也是發燒 但是它燒是0.5度到1度之間 就是比剛剛講的標準多0.5到1 所以有的人一點感覺都沒有 低溫燒其實大部分是一種生理性的 我們剛剛講的運動 或者小小孩六歲以下 或者是少喝水 這些環境熱就會稍微的這沒關係 有的是輕微的感冒一點點自己就好了的生病 那也不算真的生病 所以低溫燒基本上沒關係 但是低溫燒要注意一點 就是有兩個可怕的地方 一個是比較不明的感染 肺療肺結核 台灣現在每一年有1萬個病人 目前就是它發燒是微微的 還有泌尿道膀胱發炎 這個在老年人在女性比較多 還有腹腔裡面某些器官開始在發燒 發炎不太明顯就是低溫燒 這個是不明的感染 另外有的就是比較少見的疾病 甲狀腺康徑的人 有時候會因為代謝 稍微熱一點 過敏多了也會稍微熱一點 或者是所謂的風濕熱 然後吃藥 有時候藥物的反應也會熱 然後血液病 白血病也會熱 甚至體內有癌症也會稍微熱 所以這些低溫燒 剛剛施銘施瑋講的真的很重要 低溫燒偶來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持續一個月 或者一個月裡面 好了又來三次以上 一定要找醫師檢查 去診斷去治療 因為發燒可以都沒事 發燒也可以是嚴重疾病的前兆 所以發燒大部分沒事 但是不能就因為這樣就都不理他 好 所以發燒真的是身體的警訊 剛剛聽教授這樣講 我就想起我有一個好朋友 這是真實案例 他的爸爸真的是一直就是有輕微的 焊行就是體溫比較升高的一點點 但是他也不以為意 而且男人嘛 看什麼醫生呢 對不對 所以呢就想說 哎呀那我多多就是多休息一下 然後多喝水就好了 結果沒有想到呢 這樣子一直微微的發燒呢 大約在兩三個月之後呢 他女兒終於把他拖來好心甘門診中心 想說他來找一下原因 結果這一看就不得了了 他裡面有肝腫瘤已經有十公分了 的確沒錯 所以呢 不是代表說低溫燒一定是肝癌 但是要提醒 低溫燒有很多背後潛在危險的因子 是是是 就像賴洪氏教授所講的那樣子 請大家千萬不要輕忽 而且不要以為只有小孩子才有喔 包含的像剛剛您講的 都有都有 今天講到發燒 不是只有講小孩子 還有講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對對對對對 也都是 是是 所以你們家的長輩們 也要隨時留意他們的身體狀況 因為很多長輩不想要給小朋友貼麻煩 是是是 不想要上班忙碌啊 對對對 就自己喝就不說了 零星的硬安眉喔 有任何不舒服 請記得一定要趕快來看醫生 有時候你常常在一些意外的事故 尤其是山難事件等等的事故當中 聽到了失溫兩個字 但是失溫到底是什麼意思 還有黃金救援24小時呢 就要請教授來幫我們做一下解釋了 人類是定溫的動物 當你腦子破壞的時候會發燒 其實也會讓溫度太低 這個叫做失溫 失溫一般都是很嚴重的時候 最多是敗血症 然後細胞多重器官破壞掉 或者溺水在水底溫度低久了 所以剛剛師偉講到的登山下雨在水裡 山上本來就冷超過24小時 它體溫就一直下降 這叫做失溫 但失溫有它的時階段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如果低於35度 就是說我們的體溫 就是我們的核心溫度 低於35度的時候 會有一些意識不清楚 其實人會戰動會發抖 因為想要還想要努力的生熱 到第二階段低於32度 就呼吸跟心跳都會減緩 這個時候就有點精神錯亂 就有的人會看到紅衣女孩 看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所以那些山中傳奇是這樣來的 對大概是這樣 然後如果低於30度 那就血壓、血氧通通下降 然後就已經失去知覺了 這個時候其實是接近死亡 這時候就要講到爬蟲類 我們說蛇類、蜥蜴 它們就會冬眠 把自己框起來 等到溫度高的時候又活過來 但是我們是定溫動物 所以我們一旦低於35度 慢慢慢慢就趨於死亡 我們大家都知道 當你缺氧的時候就 腦子如果真的缺氧 10分鐘、15分鐘大概就死亡了 所以這個濕溫也是一個 在我們講到發燒以外 另外一個溫度太低 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好 所以一定要特別提醒大家 在進行各式各樣的戶外活動的時候 都請記得保暖、保暖、保暖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保住自己的核心軀幹的溫度 得以溫暖的話 這才能夠讓你在進行各式各樣的戶外運動的時候 甚至包含冬天去衝浪 對不對 對,完全正確 都能夠讓自己 在一個最好的一個活動跟身體的狀態當中 我們也非常謝謝 登山到喜馬拉雅山 山難死亡最多的 不是被冰山或者摔死都不是 能死失溫的最多 因為他們有各種防護 所以當山崩或是晚上或怎樣 他們會在某個地方聚集 但是失溫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死亡最多是失溫 是,好,聽說那些實體現在還在沿路的喜馬拉雅山的山上 其實去登山朝聖者都可以看到 所以要特別的提醒大家 挑戰高山OK 但是一定要保護自己的身體健康 是 好,非常謝謝賴虎曲教授 謝謝,謝謝大家 謝謝四位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